接着一位粉丝的咨询 他说雷哥 我今年二十七没谈过恋爱 最近认识一个 三四三二婚带两娃的女生 她对我很好 每天都是虚寒问了 现在她和我说想结婚 只要十万才你 请问我可以娶她吗 首先我真的不想拆上你们 但我想问你 你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满大街都是单身未婚的小姑娘 你不要去找个 带几个脱贫的二婚礼 你涂她什么我想问 你涂她年纪大吗 你涂她那两个孩子吗 还要说你涂她才你要的爹 你说她对你好 对你虚寒问了 这个都是套路你懂吗 虚寒问了值几个钱 她要是有点经济能力 我都觉得还行 有情不能赢谁保 你要考虑以后 你要跟她结婚了 如果还要再生一个 三个小孩我就问你 养得起养不起 你如果帮她把两个小孩养大了 她有个人会跟你讲 她都想为自己活一次 我跟你讲 她这个都不是找老公 她这个就是典型的找一个劳工 来帮她养孩子 你一定要记住 条件不好的女生和你谈感情 说难听见 就是拿爱情来剥削你的财富 她要是真的好 她会离婚吗 所以恋爱和结婚一定要区分开 贫贱夫妻百事爱 一个女人的负担太重 我是不建议娶的 你说你自己的条件都不算好 你还去找个拖家带口的 来拉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你如果年薪百万千万 我都不会劝你 你们这样的男生啊 就是太单纯了 兄弟你听我的 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嘿嘿